五十一道民眾街廟裡的泳泉 五十水要帶回家開運一整年 我的家一直撐著不可以到 另一頭民眾人人手握一顆雞蛋 定心專注的立蛋 這些都是端午節的傳統 有民俗專家傳授開運派波 如果是開天的天步 就是在櫃台中間來立蛋 可以讓下班人業績越來越好 民俗專家說立蛋不是傻傻的立 立對時間和位子就能生財接財氣 正午時立蛋表示好運一整年 而住家或辦公桌大門斜對角角落 正是財位 在這個地方立蛋最佳 五十水的話不是接回去就放著 除了能拿來近深近宅 還能拿出168元的硬幣主費 變成發財水 冷卻後同樣能放在大門斜對角的財位 可以招財 在正午12點的時候 在客廳神明廳及書坊點上檀香 可以增加名氣招貴人 另外也能從住家屋內往外撒鹽米 同時盡量讓陽光照射進屋內 象徵去霉孕 也能在家門上插艾草 天運避邪 專武節是一年中陽氣最旺的一天 想轉運發財就要趁這天 真的假的 肉粽亂送恐怕觸眉頭 端午節快到各種肉粽香噴噴豐富餡料 看了胃口大開 但小心了端午節送禮送整串肉粽 居然不對 還代表不吉利觸眉頭 到底真的假的 有有聽過 不知道別人送我還是會說 如果要送種子的話 就是要不可以整串把它剪開 一個一個的送 這樣就比較安心 送整串肉粽跟中部送肉粽儀式 其實是在送吊煞 念起來一樣很不吉利 但有破解方法 只要把整串的粽子 剪成一顆一顆 散裝之後就可以送人 不只如此 一年內家裡有喪事 不可以送粽子出去 也不能收別人送的粽子 恐怕對往生者是大不敬 不只送肉粽有規矩 還有其他送禮禁忌 包含每天要穿的鞋子 鍋跟碗 連錢包都不能當禮物隨便收 因為鞋子送的話 就是好像 請他走路走路的藝術 還有錢包 因為錢包送給他人 就是等於把住籍的 糊糞才去送給他人 等午節也是送禮的熱門節日 不管是送粽子 或者是送各種的好禮 注意注意各種的禁忌 不過都是參考參考啦 等午節吃粽子應景 香噴噴料多未美 但要注意送人千萬別送整串的 民俗角度中帶有詛咒之意 建議剪斷散裝再送 還有這兩類人也不適合送 剛離婚分手 或者是離子沒有工作 不適合送粽子給他 因為帶有嘲笑的意味 哥 端午節快樂 唉唷 這什麼東西 端午節要紀念屈原 禁忌其實很多 別互相道喜改說端午安康 歡慶端午這樣子 然後大家來擺攤 就有點奇怪 另外端午節當天 不要太開心 不能辦婚禮 不要吵架也別下河游泳 一定要有點儀式感 來吃顆粽子 同時也是招財的好時機 午時裝點人樂水 再準備168銅板 竹費後放在正中午的太陽下 曝曬10到15分鐘 再裝進瓶子或聚寶盆中 放在家裡或辦公室的財位 或者是這個南邊可以招財 或是在公司準備玫瑰花 紅百合各一支 還有紅紙上寫自己的名字 家對我身材擺放在辦公桌右側 隨身的開運小臥帶到戶外 在正中午時排列在太陽下 吸收日月精華 把握端午節聚集陽氣 讓你越來越好運 端午節的禁忌是有喔 但是活動也是很多呢 台中的大甲鐵針山大排長龍 而民眾稱山全家出動 因為有漸進的取水活動 11點一道啊 500坪的50水免費大放鬆 除了有50水可以拿 還有150份以愛草昌圖及香茅 所調配的沐浴包也是免費送 你排第幾個 第一個 我們只有七點八就來了 八點八 怕排不到 同一時間雲林北港朝天公堂 也有一口超過300年的龍井 開放免費取水 能把50水拿到陽光下曝曬 再去過爐象徵媽祖加持 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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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程為了這個50水嗎 對 至少三十幾年了 所以現在換帶小孩來用這樣 小朋友洗澡的時候 相傳只要在中午11點到1點間 喝五杯50水 並以50水來盡身洗澡 就能招好運 去沒運 此外端午節必做的還有利蛋 達人曝光五步驟 跟著做利蛋秒成功 首先挑選新鮮蛋 因為氣勢比較小 集中底部比較好抓 挑沒冰過的雞蛋最好 再來放置在粗糙平面上 還要大力帥雞蛋 讓蛋黃下沉一些 而拿取雞蛋 頓端向下最好利 最關鍵的一點 則是要心平氣和 避免緊張狂抖 耶 我真的我的 端午粒蛋增添趣味 小妙招也大大增加成功率 端午節最大的一個重點 對 就是吃粽子 粽子口味多元 而且還喜好佔南北 但是中不粽也不甘示弱 也要加入戰局 這也是冰箱的 一般來說 粽子分南北竟然還有中不粽 有的糯米會炒到三分熟再包 有的會直接用生米調味 水煮後還有加靈魂辣椒醬 它有菜脯 它的豬肉就是比較肥的 你如果不喜歡很肥的 它還有瘦的 至於北不粽做法 則是糯米蒸過後再調味 餡料包含鹹蛋黃 五花肉 香菇 蝦米 都是炒熟再包 最後用蒸的 有人還會沾點甜辣醬 全部煮熟之後 把料拌一拌之後 再加那些蛋黃跟肉 香菇內餡下去包 然後再下去蒸這樣子 南部作用差異最大 內含粒子花生 生米直接用水煮熟 口感軟糯 老套喜歡加點花生粉 口感的話它會比較Q 那你南部它又煮得更爛 它大概煮一個小時半 到兩個小時的也有 最重要的熱量部分 包含沾醬配料 南部粽水煮熱量最低 一顆468大卡 中部粽大約470大卡 至於北部粽加油炒料 油脂多504大卡 大母王則是潮州粽 一顆逼近600大卡 嚇死人 是這樣豬肉以醬汁來醃製它 所以糯米會吸附 非常多的醬汁 北中南粽各有擁護者 但小心不忌口 餐餐都吃可能會消化不良 熱量爆表還會讓體重 直線上升 粽子不管是什麼口味 都有其愛好者 像是在台北市南門市場 各個攤位全部把粽子掛出來 可以看到有南部粽 北部粽 湖州粽 甚至是豆沙粽 通通有讓人出現了選擇障礙 喜歡吃鹼粽 冰冰涼涼的放在冰箱吃很Q彈 習慣吃北部的 對 它真的比較香 比較Q啦 本省粽 以南部粽是銷路是最好 外省粽 湖州粽 大肉 蛋黃粽 銷路是最好 等午節吃粽子美味又應景 但是熱量要小心計算 廣州荷葉粽一顆大約1066大卡 建議跟家人一起分享 一個人獨時熱量會破表 一般人最常吃的北部粽518卡 南部粽477卡 不要以為素粽熱量就比較低 一顆竟然比南部粽還要高 有480大卡 另外似乎很健康的燕麥全骨 也有415大卡 反而是豆沙粽396大卡 沒有想像中來得多 都說粽子熱量高 但其實吃一顆的熱量 也大約在四五百卡 一餐只吃一顆 只有超商便當的一半 根本吃不飽 也會有營養不均衡的問題 所以最好做完美搭配 建議如果吃一顆粽子 還不感到飽足的 應該多吃一些含有纖維的蔬菜 或者是喝一些比較清淡的湯 不要繼續吃第二個粽子 醫師建議一顆的粽子 可以搭配燙或者是炒的綠色蔬菜 或者是加一點泡菜或海帶 而湯可以選擇清淡的蛋花湯 丸子湯或者是蘿蔔湯 竹筍湯等等 而飯後的水果 你可以挑西瓜 蓮霧等熱量較低的水果 這樣子一餐吃下來 既吃到了美味 也照顧到了健康 中天亞洲台真的假的 為你解密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每週一下午5點更新 每週一下午5點更新